首先前两半放普拉斯选择变掉猫逼加拉夫 这边VG后手是搬掉凯尔玛和 这边一个西威尔 但其实这个英雄在9.13版本 这两个英雄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削弱 凯尔玛的削弱还算小的 就削了一个没加强的E嘛 西威尔其实也不大 说实话就不影响他们的一个机制 优先级别还是不太影响 这两个英雄还是优先级非常高 红色方也是依序变掉了 方普拉斯最后一手是选择给到侠 这是威尽下路双人组非常擅长的一个侠落组合 这里直接是以班侠的形式给他封锁了 同时方普拉斯这边 也是如我们所说 确实是直接没班的情况下 一抢铁男 是的 如果对VG而言他要选铁男 然后他只有在第十手最后一手的时候 有机会去选 但方普拉斯完全不跟你说这么多 第一手就选掉 这个英雄我最近比赛 因为比赛他还没什么太多机会出场 昨天我刚好又在解说LCK 我就没有办法去看 最近遇到铁男比较多 还是在云丁里面看的比较多 那这边方普拉斯赶紧得再选一个千局 是吧 双暗影先瞄你一个 昨天就是言为正传 昨天就是铁男出了两场 打的都是一个 OPG里面显示比较 Counter他的一个选择 一个是剑击 一个是VN 对吧 昨天那把大舅子直接是 兵型显招 直接VN换到上路 然后一个 三只手换到了下路 和塔姆去做一个对线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看这边VG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英雄 去对线这个铁男 目前还没有看出选Counter铁男的味道在 在拉克斯跟凯特林 这样子的一个下路组合组出来以后 VG很有可能就干脆把重心 放在下路的推进线上了 而且重点是他们换了X出来 选的还是造型 不是游荡还是选造型 虽然换人了 但是那把枪是留在场上 对吧 人在枪在 对吧 那么前第一阶段选完了 双方都把自己的下路组合确定了 虽然VG还有一个摇摆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Foundplus则是做了一个 现在LCK最流行的 塔姆加维鲁斯的组合 塔姆加维鲁斯就是 他的功能性比较好吧 然后对线也很稳定 不容易出问题 说实话 这个塔姆加维鲁斯在面对 女警加拉克斯这样的长手组合 其实是不太吃亏的 说实话 就是对线上 如果光想依靠2打2 去打出来一些优势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 但是VG这边 BG主要思路还是想给下路 拿一些更舒服的组合在里面 能够让他们在对线的时候 尽可能是占到一些上空 那你就要来考虑第二轮的地方 说BG中路的线权 也要想办法确保 虽然在面对DoinB的时候 中路要确保线权 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但是他必须要有中路的线权 因为你下路已经是 确认是一个推进线了 那你中路如果没有线权的话 你下路会被更烂 所以这个中路线权很要 就至少是说要保证 就是你中路线权不能 又太厉害 不能让DoinB这名选手 就想去哪就去哪 没错 当他能够想去哪就去哪的时候 说实话 这把游戏已经结束了 没错 这也是面对BG中路的线权 是的 好 来看第二轮的话 BAN 邦普拉斯选择联锋两手中单 都是J比较常用的一个中单 把它封掉了 炎雀造型 这手选出来 其实中野的战斗力上 还是不错的 就看这把这个炎雀 能不能动起来 因为就现在炎雀 很多把选出来之后 他中路一打一 对线是有一些压力的 不太好去 一位一的时候推线 他这个线权 其实已经被虚弱相当多了 不是以前那个炎雀 那么 回到方PLUS的第二轮 这个泰坦就非常有意思的 感觉像是DW的中单泰坦 对 这个泰坦选择 应该是会打中单 而且确实金属大师这个英雄 他更适合在上路去发挥 上路线比较长嘛 他可以持续的去做一个拉打 最后一手杂野 我也看这边 最后是锁定雷克赛 还是想前面给自己的上中野 补充更强的一个战斗力 选的比较快 而且这个雷克赛 其实在近期的版本里面 选取率确实是偏低的 偏低的 他这边选出来是一个 蛮令人意外的选择 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选择 是的 因为其实这个版本打野位上 是有两个新英雄的嘛 一个塞拉斯 一个死哥 这把死哥是被搬了 但是塞拉斯是没有去选 没错 那么VG的最后一手则是 转到了青钢银 选下卡蜜尔之后 那配线上面来说 拉克斯也就不会摇摆了 刚刚都还有摇摆的可能性 这一刻消灭掉了 车底子本身就是一个擅长 战时英雄的选手 让他拿到金钢银也没有毛病 这把其实两边整体这种选择 就是下路就是 呃 纯靠两边二打二的一个对线实力 然后中上也就更依赖去 和队友去做一些联动 这么一个情况 是的 呃 Dwin B的这个泰坦 其实还是有游起来的可能性啊 因为这个二打二 左边二打二还真的能打 右边二打二的输出虽然很强 但是左边的这个控制能力 跟确认击杀的能力非常好 嗯 泰坦这个英雄 其实走中的话 不太好拿去拿到优势 但是一旦拿到优势之后 这个英雄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他的那个火箭腰带那一套的树双 爆发是非常高的 中期呃 打团的时候作用是很大 蓝不太助他 对 他第一个优势创造出来之后 他后面滚就很容易 泰坦在辅助位置上 大家见的比较多 在辅助位置上 泰坦都是一个优势英雄 其实在中单位置上也是 就是好打优势的英雄 但不好打的也是 嗯 是的 那这把还是看 前期两边上中野的一个处理吧 这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而且铁男在这边算是 感觉没有受到什么硬counter 卡密尔比较灵活 比较不容易被铁男的主动进攻 给捕捉下来 但是说实在的 也以卡密尔没有什么太好的counter效果 嗯 但是卡密尔打铁男 确实也是一个选择 以前在排位里面 也预见过这样的组合 卡密尔在跟铁男一为一的时候 是有一定操作的空间在里面 不是说打不过 对 因为毕竟也确实是 后手去counter的吧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 他应该是觉得是好打的 但是不像 昨天的那种counter那么硬 就是从纯胜率上来说 就是大counter的那种 一个是 剑机是从后期counter 就是等级起来以后 一打一 你不是我对手 威恩是从前期对线 就是不让你发育 就前面对线就把你压爆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策略 那卡密尔这里的话 就要拼操作了 那么随着我们奔驰车 奔驰车的引擎声呢 我们也要一起使用召唤峡谷 也是有我们的电玩召唤平台 电玩泉水 所以看一级两边会不会去做一些 其实一级这边 VG的下半部分是非常强势的 看会不会利用这个比较强势的点 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你既然选择了 先让大家加油 OK一级的时候 果然是VG这边 仗着自己下路比较强势 已经入侵到了红区 但是呢 你可以马上看到 小天已经做好了 换野区的心理准备了 这里就比较考验车离子 这名选手的一个看压能力吧 这把其实VG他这个BP选出来 就是有想要去这么打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一级对线打得很凶啊 但是这边 这个一个Q是基本上全部拉空了 第二个石川的穿的方向完全不对 X非常早的来到了下路 而且搭上了一个闪现套圈圈套到了 打出了 只打出了一个流通中的闪现 这边刘青松是有所防备 一级没有学技能 看到这边闪现Q直接学了一个W 但是还是被逼掉一个闪现 其实这边初期的话 也还可以接受吧 两边 就是互换一个闪现 又Q到了 那这奥位号很多学啊 这边我感觉难封失误了呀 因为现在塔姆的Q W一级CD很久啊 感觉刚才直接上去A人的话 其实这里 林伟祥是已经死了 可能没有想到伤害这么高吧 没有想到 对其实all in的话这里是死了 因为拉克斯那个 至少还能够补两下普攻嘛 伤害是觉得够的 看起来应该是够的 这里比较可惜吧 哦 这个落地的压起身 又压得非常漂亮 把刘青松的吞咬给逼了一遍 确实一级赵姓的 两级赵姓对下路的一个杠格 也是给下路带来了一些麻烦 他累了 他又累了 再加上中路 这难道是 这是 这是 黄门东府啊 但是这波感觉要在啊 这个位置 还回来了 效果还不错 不过先牺牲掉了造性 立刻对比跟着上来 再打出了把南风给抬了起来 南风也遭到了击杀 是由小天这边拿下的一个双杀 后面林伟祥再补上了一个腐败 剑语 减速一下 Puff靠边 以后被勾了回去 小天打下 Triple Kill 说实话 这波打完 感觉 危机这边已经有一些难了 危机这里其实是 想法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这波要四包二 但是 Fan Plus是比你想的更多 这波是已经猜到了 你要过来包 提前打野 甚至没有去 刷完了之后 就没有按照常规的一个思路 去刷自己的上半部分野区 直接是选择回城 然后来下路这边 因为其实他来下路 是没有什么收益 这波就是为了保护队友 不被跃塔 然后确实也是 是被他给蹲到了 没有错 而且Doing Beat的TP 似乎也没有 VG也没把它计算在内了 就感觉 刚才就说 这是黄门洞府啊 你在凤凰队面前 搞一个四包二 凤凰队肯定是 最了解四包二的一个战队 对吧 对 这边危机想用 你最擅长的东西 来击败你 但是第一波的尝试是失败了 感觉如果能再多计算一点 就包括说 把Doing Beat的TP等等 还有包括小天的动向 能计算进去的话 这一波会好一点 但是失败的情况下 这是给FUN PLUS 送了一波大力 TRIPLE KILL 直接给到小天 顺带一提 小天是我们本场比赛的 第一视角选手 想要看TRIPLE KILL 之后的雷克赛 怎么打这局比赛吗 不要忘了 锁定我们的小天第一视角 那但是现在 FUN PLUS这波是四个闪现 都用了 看后续 赵季能不能去趁着对面 没有招案师技能的这个时间 做一些事情 这波 虽然是有一个TP 但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雷克赛来了 不然其实这个位置 DUMP踢下来 感觉对面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我们这个回放是第一视角回放的 对 看这边直接被反蹲到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太好跃的 而且还是一个塔姆 这个英雄大家都知道 在被跃塔的时候 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感觉应该是判断 刘军聪的吞还没CT好 但实际上 林管强交了一个伞之后 等到了这个CT 吞一口躲过了 但是下路现在上一波 虽然是反打成功了 但是补刀上 其实是有落后比较多 这个补刀的量 确实落差有点大 因为那波 在追击的过程中 其实那个小兵 是全部被防御塔给吃掉了 对对 经验是吃到了 但是补刀是没有 上路确实卡面尔 好像在一打一的时候 是有一些优势 可以持续的在上路 做一个推线 但是这边卡面尔 是已经踢过了 进攻手里是还有一个TP 所以其实都还 算是一个五五开的情况 对 这边没有实际上 领先小天再次来到下路 刚才有大量的经费 除了出了一个锤子之外 也是能够构置针眼的 这边排了一波 合到处的视野 也使得X必须赶紧往下跑 上路看到卡面尔 在对线的时候 把TP回到线上的军棍 又消了一波血 确实不错 对线上 这边还是要看X吧 因为X现在如果不去 帮队友的话 其实队友单平线上的话 是很难打出东西的 X刚刚的选手镜头里面 看起来X似乎是 眉头伸锁的样子 现在确实局势不太乐观 表情不大轻松 这边弹了一个果子下来 排了一波视野 但这边已经被 X似乎看到这小天 就一个埋伏 但是自己被Q到 这个位置 严雀一个严督 报了 没有闪现 这个位置 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边应该是一个预判 应该是猜到可能 是不是他刚才有露视野 然后回走进草里面 但是立刻 哎呦 哎呦 这边X似乎是 还以颜色 但是还有个严雀 严雀这个墙 隔了以后 自己有点过不去 先把墙给取消掉了 DW的血量非常的不妙 被Puff一枪给G掉了 G掉了以后 看来刘青松 也要交闪现 但交完闪现的话 这一个火龙 就没办法保住了呀 那这边一来一去 其实VG赚的东西 有点多了 有点赚的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 三个人头的 Shutdown很舒服 Shutdown还给到 中单J的烟雀身上 所以是给到C位的 你想前面 拿了三个人头 都是打野位置 然后回送回去的钱 是给到C位 这个一来一回 VG是有赚的 对 主要是 这三个人头 是一个大人头 其实是一种 像这种三杠零 一般死一次之后 优势就全没了 然后这波 不仅自己死了 然后DW这边 也是阵亡 然后顺带着 对面还能去吃一条火龙 那这波前期处理了之后 VG是完全把 第一波月塔 失败的烈士 给全部打了回来 是的 看现在卡米尔 已经到六级了 赵青这波 会不会选择 去上上做一波 但是Fanplus 这边是一波 中野联动 想要进野区 但是有视野 是已经看到了 X这边 赶紧撤退 但是这个红buff 应该是 要拱手相让 对 因为DW是先做了 一波中路兵线推进的 所以J回到线上 即使J现在 其实蛮费的 但他回到线上 他先对付线上的兵 没有办法赶过来支援 主要是因为上一波 杀完了之后 是选择拿了一个火龙 所以肯定是各条路上 都浪费了一些时间 第一时间回到线上 还是要先去处理 一个兵线 我们这边则是 回升蓝buff VG是有守住的 但是还可以接受 这种一个红buff 换掉一个火龙 当然是发转特征 来看赵信 现在就 其实就锁定 这个赵信动向就行了 赵信不在的地方 一般很难开打 然后雷克赛 是选择来到上路 刷野 赵信是选择去下路 两边打野 是有一个不同的方向 刚刚为了制造 红buff入侵的机会 方普拉斯 是用了相当多的视野 去插进VG的红区 现在自己的下半张图 是视野有些失守的局面 X蹲在槽里面 也是看到了 刘金松的位置 上去先捅三枪 再给他一个W 凯特林的狙击也紧随而来 虽然 拉克斯 Q是定住了 但是立刻被解掉 以后拉掉了 这个起风秘笈 还是给到相当大的架持 又一个TP落地 但是岩阙已经率先拿下人头 远中的位置感觉不错 妙 多运逼落地 Q了一下 勾回来 现在他疯狂虚缺 但南风跺在后面 应该队伍会选择卖他 南风自己交了一个闪线 以后不用卖他吗 岩阙扑了一个撒石阵 格强X 还用W投了印枪 岩阙的下一靠 输出在哪里 多运逼选择勾小兵 往前拉脱出了危险的范围 但是 哇 小天使用大招 收回了这个人头 叫了一个闪线 过强之后 再斩下南风人头 又拿到双杀了 小天这一波 又要肥起来了吗 自己的位置 虽然显得有些危险 但是杜英逼一扭扭过了 这沿途 是救出了小天 这一波不得不说 小天处理的很细腻啊 第一时间这边 炮夫虽然是闪线 想接一个W 配合拉克斯Q技能 去做一个连招 但是小天是直接交闪线 然后同时去击杀掉 这边的一个南风 然后后续利用自己一个扫描 屏蔽了草筒里的一个视野 哎这边炎却又一个大招过来 小天就位置 三下平A杀掉了 但沿途又被 又被领导相给扭过了 嗯 那这波一来一去 其实两边都还可以 这就是前面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被四包二的时候 你打野如果不在的话 仅拼一个中路TP下来 其实是不够的 你能看到这波 多云币TP下来 其实是完全没有留到人 还是依靠着最后 姗姗来迟的小天 才挽回了一些局面 但是其实打到现在 还是比较焦灼的一个局面 金属大师现在随着等级提升 好像在上路 渐渐占据了一些主动权 比想象中的焦灼 许多VG在此刻呢 还是一个经济领先的情况 而且领先的足足有1000块钱 对 其实现在危机完全不吃亏啊 前面几波 呃 危机可以说是占据了上风 对的 到现在这个局面上 两个人来顾驾 可到迅捷蟹之后 小天看起来 有要动小五千锋的意思吗 造型在后面的位置 这个整个红区里面 都是被帮普拉斯的视野所控制的 对 这边也是利用一个上路的一个 打出来一些对线的小优势吧 可以先来去吃一下这个峡谷先锋 这个先锋上半部分视野是已经布好了 那这边危机肯定是不选择去要了 那VG不要的话 他必须要在别的地方拿回一点东西 对 危机这波就是去做下半部分的一个视野投资嘛 因为下一条土龙要刷了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土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赵信现在已经孤军深入对面的野区 但是听到峡谷先锋这一声交叛 已经知道了 这边打野是刚拿完先锋 同时又来下路墙找过机会 但是已经被真言给看到 这里应该是投资的真言 造出了位置 但是三个人如果来逼迫的话 还是能够点塔的 这时候小天只剩一个选项 就是尽快的放峡谷先锋 看能不能换回塔比 问题是他前往的上路 实际上是一个被推的路线 所以他没有这个选项可以做 对现在对于危机来说 最好的一个消息就在于 你看他的人头分配 中路四个头下路两个头 然后反观这边 反普拉斯其实是 打野雷克赛这边 一人拿了五个头 其实这种资源上的一个分配 是危机占了非常多的优势在里面 因为雷克赛这个因素 拿人头的话 他中后期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这里已经抢不赢了 反普拉斯即使在这个地方放下 我先锋一学塔也是不可能抢赢的 对还是同样的道理 就知道这边下半部 野区已经被占了视野的情况下 反普拉斯这波处理的非常理智 没有选择硬来去守这个下塔和这个小龙 选择去做一个资源上的一个互换 但是这一波没有给到金贡独享 这边感觉在队内里面地位 应该没有特别的高 对吧 讲道理这时候大哥的话 应该把精力全部都集中在金贡身上 贡子哥确实感觉没有赚到这一波呀 这波是三人分享的这个塔前 VG的话因为土龙抓了 要回头去拿土龙的缘故 下路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推进 这一波可能双方的推进都到此为止 但是至此VG是掌握了前两条 火土战斗主星非常漂亮的龙 还是很赚呀 VG这边对吧 是的 VG现在两条非常关键龙都吃了 而且虽然你拿了先锋 但是一学塔是我的 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接受 下一条是刷了一个风龙 那下一波龙团应该是很难打下 但是其实两白阵容在中期的一个找机会能力是特别强的 特别是翻普拉斯这边 这种开团点非常的多 中物泰坦可以去摸奖 然后雷克赛也可以绕后 这边维鲁斯也可以大招去做一个先手 翻普拉斯这个队伍 其实他们比较 最大的一个优势点就在他们抓机会能力吧 看他们中期怎么会不会去利用自己一个抓机会能力 去把前面这个劣势给翻回来 截至目前为止在下路几乎是一个大乱斗的节奏 结果对VG有利 VG的重点有一个点 你刚才讲到翻普拉斯的开团能力很好 那VG的优势在哪呢 还是他们这个推进力到很强的这个点 尤其前期的女警跟眼却都肥的情况 他们必须要继续的轮转 继续把他们的推进力转到中路 转到上路不断的去推下去 对他们来讲这个比赛才是有利的 对其实他们这个阵容拖到后期的话 优势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三条路其实对兵线的掌控力是非常强的 都可以去做一个优势的推线 这边但是逮到了一个落单的南风 这个位置金属大师一个大招是直接命中了 所以现在跑到边缘了之后是跑不掉了 但好在身上有一个治疗非常肉 同时交出自己的闪现 但是大招出来之后发现身边三个都是对面的人 好在这边塔姆及时支援过来一口吃 吃掉了这边的金贡 同时反手雷格赛是秒掉了这边的炮夫 后续范姆拉斯还在追击 这没有塔的呀 这感觉都要死 是在这个位置很尴尬身上也是没有闪现的 又被勾了一下 眼缺还想拉距离 被雷格赛闪现顶也是一个shut down 下面赵姓恶向弹边生直接冲上来 捅了一枪以后交闪现逃离赵士现场 这边赵姓应该是可以逃出生天 然后下面赵姓就这一切都跟我无关 我推了一个塔 这边撤离子也是 对吧 你们打你们的 我先拆一会 跟我无关 我先拆一会命我也不要了 这波应该感觉还是能跑吧 看这边雷格赛能不能顶起来 不行了 雷格赛自己的血量有点危险 赵姓从右边出来也没有出手的时机 这波就是帮我们展示了一下就之前说的 昨天我一直吹金属这个英雄说 他哎呀机智多么多么厉害 多么多么厉害 但其实那两把完全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发回来 就这波就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金属他赖皮之处 就是因为我们OB赤脚 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的 就金属这个大招抓取了之后 进入到这个李世界了 里面的一个情况 就只能看到那个辅助跑在那个边缘之后 动不了就只能交出来一个闪现 但还是最后难逃一死 没错 都可以非常的变态 只能这么说 就让你无处可逃吧 尤其像辅助这种英雄 就不太可能跟上单有什么杜锤的粉钱的 只能疯狂的逃命 但最后还难逃一死 而且出来之后局势已经反转了 虽然说VG的人员等在旁边 想要援手 但是没有用啊 对 因为这边FUN PLUS支援也很快 是吧 出来之后他们一个吃 然后等一等金属生意再吐出来 又是一条好汉 那么FUN PLUS在刚刚这一波的战斗过后呢 已经重新掌握了比赛的上风啊 但是其实整个比赛整体的节奏 还是比较接近一个五五开吧 两边都是机会还都非常大 还是要看中期 就是20分钟那波大龙团的处理是最关键 这边小天一个地听 已经是听到了这边的J 但是J也是撤得非常快 没有给到机会 在刚才那一波FUN PLUS 把VG的两个有赏心的C位 分别shutdown掉之后呢 这个经济是一口气逆转的 然后他追了两千块的经济就一波团 所以这个逆转量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完全同意K的说 就是接下来的比赛进行 能不能如他们意义 还是一个关键点 VG最希望的是能够继续推进 但是现在推进拳已经重新回到FUN PLUS手上 你会发现VG现在摸不太到塔 那摸不太到塔的这一段时间 女警就没什么用 主要其实金主大师上一波打完之后 他的发育是比较肥的 虽然身上只有一个头 但这个英雄其实正常发育就是一个优势了 然后这边比较好的消息就在于 其实上面两个大人头 好像也是给到了这边的小天 像小天是一个7-2的一个数据 非常好 这个因为也因为他前面顺风啊 Triple之后Double 然后Double之后又拿了一个上进 所以他现在全队最肥 全身也是攻击装备出了起来 出出的阻力其实是小天这里啊 现在打最痛的 这条风龙危机这边应该是不会去争了 因为这个时候跟Fanplus去接这种团战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他们现在再发育一下20分钟 怎么想办法把20分钟那波团打好 才是他们这把获胜的一个关键 因为其实现在虽然兵线是有被压制 但是其实发育是不会太差 就是我各条线还是可以做一个平稳的发育 就只能转防守吧 好在就是他们这几个英雄在手塔上面表现都不差啊 对 不管是女警不管是阎阙 在手塔上面确实都是给力的 现在只要不出去是吧 就归缩塔下 然后老老实实现 然后吃到20分钟 把视野一做找个机会出来 跟Fanplus是吧 一决生死 然后谁赢了谁吧 基本上就拿走了 现在如果说以20分钟为界的话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需要说 刚刚这条是蜂龙对VG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觉得那个决战那一波很有可能发生在笑容 下一条竟然又是土龙 对 你可以看到现在金属一个人在上楼大楼大楼大楼 今天但是没什么人敢去抓他 因为确实金属这个英雄 不能抓 不好抓 抓很赖 你抓他他就直接打你一个 然后你就变单挑了 对 对没什么抓的 你抓他你要保证就是你去的每个人起码都能打过他 对吧 这样的话才比较好处理 你比如说你辅助要去抓了 可能直接上来先把辅助敲死了 然后后续他还可以持续战斗 在吃掉了这条蜂龙之后 范普拉斯是赶紧回城做一个补给 因为现在大龙是马上要刷新了 现在两边都要去争抢大龙附近的一个视野 但是现在危机身上是有一条土龙的 所以他们如果一旦是拿到了 可以去打大龙的机会来讲 还是更有优势 但是范普拉斯这边 他的优势是在于 他们现在的抓机会能力是非常强的 包括现在基础大师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强的抓机会能力了 对吧 而且VG的阵容有一个弊端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前排 在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前排的时候 你会使得像炎雀跟女警这种需要保持距离 才能够打伤害的角色会变得非常难玩 等一下对于双C位的要求非常高 对就是你现在输出是很够的 但是你很难给C位创造输出环境 就比较依赖C位自己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两边的一个男爵控制率 但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说服力 毕竟战绩相差太多了 老实说就是你这个0-6的战队男爵控制率有36% 已经算表现不错 是的 但是侧面也说明了这个队伍问题比较大嘛 对对对 就拿了龙然后也也没拿过 也打不过 但威气很多都是2比1输的嘛 是的 对吧 只赢一局是我们的人道 这个韧性还是蛮强的 就都能够赢那么一局 这边三个人紧紧的守住这个中路防御塔 林美翔在侧面疯狂poke 但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毕竟他虽然是一个穿透流的出装 但毕竟这把比较不肥啊 对 维鲁斯这个英雄之前被砍了之后 你即使这么出装 但其实也没有原来那么厉害 对的 表示因为Q技能不能受减CD的影响了嘛 对吧 现在这个虽然威力还是很猛 但是没有那么次数就不行了 对吧 光是光是给力没有用啊 次数也是很重要 两边现在就也没什么事 就中路对射 你射我一下 我这边拉个丝还颜色 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其实毕竟的防守能力确实很够 对 推不太动 但是一味的防守 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威技还是要找一波机会打出来 这边点了一个果子 贴上去火箭腰带 但是还是逮不住卡蜜 在风路防守 怎么样就是要防守 对 盐阙这边坐个动车过来 夹得很紧啊 守一波兵线 其实这个时间点感觉 威技要主动找一波机会作战了 这边看到一个回程对应币 赶紧打断 但是现在五个人包含推中 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策略 因为你会给防普拉斯很多找机会 对 现在要 这组一币其实一个大招 团战已经开进来了 来了来了 你已经拉了一个看似很长的距离 没机会了 因为这边林伟祥直接空大了 他们还是比较依赖这个combo 应该慢一点接的 等那个泰坦大招大起来 再大那个人会 卡蜜尔回来路上又被拦了一下 这一棒敲下来 卡蜜尔直接翻墙逃走 二塔的血量是有一点受损 但是对VG而言无所谓 中塔他们已经推下来了 主要还是上一波没有配合好吧 开团失败了 你这边比较关键的两个 开团技能都用了之后 我VG就肆无忌惮的 可以把这个中路一塔给拿下来 这两波其实VG今天处理还不错呀 一来一去拉扯是没有吃亏 今天的VG在战术目标上面 其实我觉得头脑真的很清醒 是 放了个架回来 确实现在选手状态感觉还不错 但这边小天又逮到了一个机会 会不会选择上一个7-2的小天 这个也要交伞才顶得到 那结果是J先交伞 对 一个搜寻猎物 小天这边还是比较冷静 其实这波交伞现去杀了这个 炎雀也不是特别赚 他这个 这波把伞现逼出来 作用更大 然后下一波自己留一个伞现 因为下波团是比较关键的 是可以决定这把比赛的一个赢家 所以 还是把伞现留到更关键的时候去用 这样子的一个零换一伞现 还比较赚 对 这种其实是血赚的 说实话这波就是 呃 闪换闪把对面杀了 不是不赚 但是意义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个实验点也不好做 去大龙的一个威胁 摆了一下造星 捅了一下捅到了 但查姆及时赶过来 就加一口把银逼哥给含住 这里 土龙是刷了 但是威吉这边不想去土龙 想 因为自己身上是有一个土龙 这波 翻不拉斯要是 所有人都去土龙的话 其实威吉可以趁机去打一个大龙 但这边 土银逼一个钩子是 被南风的闪现给躲掉 但是又是一个Q技能B闪现 还是赚的 在两个小交换里面 都是由翻不拉斯去赚到了 VG的闪现 还不错 对 但这波处理下来 翻不拉斯没有给到威吉去 打小龙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小龙感觉自己要丢了 因为现在下落没有视野 是不敢不敢去的 对的 他们这个阵容 做视野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 拉格斯和赵姓都不太好去做 虽然现在VG就是不断的利用 威胁大龙的方式来牵制 翻不拉斯打土龙 但是翻不拉斯其实 凑到人数的话确实能打 这波其实有一点机会 看打不打 因为已经看到了这边两个人在蓝buff 也却想要封路打完 速度够吗 即使是有一条土龙一条火龙 加持打的速度 还是感觉比较一般 现在半斜左右 方普拉斯已经低了上来 上面车里只在寻找机会 VG其他的人必须要先拉开 最终大龙是回血了 VG的人已经五落七伤 尤其是X的血量状况非常糟糕 在一波大龙的尝试过后 米局卖掉了自己的中路一卡 还很有可能接着卖掉下一条土龙 对 这一波林伟祥 几个穿运舰是直接把X的血量给穿下来 让VG这边直接放弃了 去抓使这个大龙的想法 而且刚刚这种跨途的跑法 导致车里子其实一直在逛街 发育也没有发育到 然后就出手也没出手到 但没有办法 确实 他现在即使去正面的话 他这波直接TP的话 感觉确实可以去尝试抓一把 但这样的话 说实话风险还是有一些的 因为Fanplus虽然是想吃这条土龙 但是也没有放松 对大龙这边的一个防守 是一直派人来看大龙这里的一个视野 最终本来VG是希望让Fanplus左右为难 结果没想到Fanplus两边全都要了 这一边大龙守住了 那一边土龙拿下来的 中间中塔还拿掉 对 这一波决策其实还是Fanplus 就是防守的更好吧 这波其实是一个防守方的胜利 危机这波进攻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现在还是稳了一点 我觉得VG刚才那个地方 哪怕是all in 其实都会比现在这个局面的结果 要舒服些吧 现在这个结果老实说能丢的都丢了 但是说实话 上一波all in的风险也非常大 因为主要赵新已经 已经不行了 对吧已经再起不能了 如果要上的话 但是Fanplus这边也是 先打了 富贵显中求 他的视野领先非常多 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有点靠近不了 造信要交闪现下去硬抢了吗 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抢到 X1根被留在下面 交了一个金身之后 铁男还在威胁他的位置 金身结束以后交了一个闪现 反向的反而军攻的闪现 也被逼得出来 这时候车里只交了这一个TP 感觉没有太大的帮助 J选择直接开墙过去 挡住军攻的退路 但是立刻柳星聪就选择开车上来支援 仍旧是Fanplus的主动权比较大 背后又有一个TP 估计都因币 都因币下来以后勾了一勾子 成功的将南风也给留住了 上面的Puff想要逃命 虽然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但都因币仍然在威胁他走位 多走一步以后 给苏通航道 轻出了一个道路 勾住了一下Puff 如果Puff在死前是换回了一个人头 但这一波依旧是由Fanplus大获全胜 同样的剧本 感觉结局是完全不一样 都是一个大龙B团 然后这边Fanplus是成功把这条大龙给挖下来了 那这波处理下来之后 其实这把危机感觉赢面已经不大了 我觉得这一来一回就是一个自信的体现吧 Fanplus这边确实是自信满满的 对 还是危机的一个老毛病吧 现在危机这个队伍就是 不太会去滚雪球 对 这波一时间被林伟祥的一个大招给大了 但后期虽然一下来拼准 也是没拼过 他还是被 他好像被铁男拖下去 是被铁男拖下去 但是被铁男拖下去的时候 是能看到这个大龙吗 这个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自己玩铁男也比较少 关键是你要对面玩铁男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一是着急了 大龙白白亏了 想开机会 但一个车把自己暴露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后续队友狐狸爷救娃娃 然后全部牺牲 哎呦 这是真的就全倒了 对 感觉现在危机有点小飞机队的感觉 稍微有 对吧 飞机队又称LCK危机 危机就是 对吧 VG这个前期确实这场比赛如果到那一波之前的话 我觉得VG都机会还不小的 对就是 你让我拿优势可以 但是你让我赢 比较困难 对比较困难 确实感觉VG错失了很多机会啊 你刚才看到那个最后Puff爆死小天那一波 你会发现说VG输出绝对是有的 对 绝对是有的 但是就没打出来 像刚才那种J直接身陷敌阵 一个人孤身追击身陷敌阵之后 没有机会去继续打他输出 直接被对方秒掉 太惨了 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抓机会能力有所欠缺 但是就是这种不好抓机会的阵容 如果你抓到了机会 那收益就非常可怀 对吧 但是他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尝试吧 这把卡面就持续在线上和金属 一为一 但是说实话卡面尔跟剑机还不一样 剑机是可以保证我一打一的时候 去稳赢你的卡面尔又不能保证 然后这波只是在线上持续的做一个对线 没有帮到团队 没有发挥出卡面尔的价值 对 如果说换成是一个借机 像他刚才那样子不断的在下路 去跟铁蓝对线 这没问题的 DWB又一勾勾中了南风 直接是致命的一勾 拿下南风人头 同时呢也已经破坏掉了两路的水晶 只剩中路的高低塔 但是这高低塔也站不久了呀 现在DWB就勾勾锁命 又勾一下没勾到 但是后面维鲁斯一键穿上来 又是把血量给打残了 可以看到炮弗这个输出是很高的 三下直接把DWB点了半血 但这边林伟祥一键穿了三个人 后续翻帕拉斯还想一波 但是其实这个位置一波是有一些风险的 因为这边林伟祥的蓝已经不多了 主宝双塔如果站得住的话 确实是可以给帕弗他梦寐以求的一个输出空间 我们前面也谈过这个话题 当VG的阵型没有足够的前排的时候 其实帕弗输出再强都不是很好打 但有主宝双塔的话 确实是他可以随便审 这边翻不拉斯还是比较理智吧 这种时候是不能强一波的 就这波你虽然推了对面两路高低 但如果说给的机会让女警或者其他的人收掉这波人头的话 其实非常亏的 后续又可以持续的去吃两条超级兵 那经济上会追回来非常多 然后后续等到下一条大龙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正面去跟翻不拉斯作战了 但这波翻不拉斯直接撤退的话 其实对于VG这边来讲是一个比较绝望的消息 不太给机会 对 可以看到现在 康特出了一个卡面 是 就是自己玩了30分钟吧 就差不多 没有参与到这局游戏里来 几乎都没有参与到 我们最明显的那一波就是大龙团 他来回的折返跑 但是就是被迫逛街 其实进攻这边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 知道就是我不能一直在线上跟你卡面玩 中间是抓到了这边南风的一个机会 然后那波其实是帮翻不拉斯 打回来比较大的一个节奏 是的 又来了 这边一个一枚一道 硬框一个大上去 但是这边想要上来输出的 靠服是直接被DWINB给掀手到了 那现在仍然保持在这个救赎的边缘 最后是打出了一个对DWINB的Shutdown 那时候军顾已经追了上来了 再勾了一下是将帕弗给杀掉 后面凌桑甩了一个救赎之后 卡面仍然想要上来追击 但他一脚踢到的是塔姆 给出来的看起来是一个魔盾 并没有挡住后续的伤害 最终是被 供斯科打出了Triple Kill 然后摧毁了门牙双塔 即将结束比赛 这把打下来 其实还是得说 感觉金属这个英雄还是强的 是吧 就是这个英雄 还是有他的厉害之处 就昨天 昨天的硬康特的两球 对 昨天那两把 没有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现在看起来 就是卡面仰感觉对线 就也不知道是 没有操作好 还是确实是包打 这个咱们也不清楚 但是这把 确实金属大师是 立下的比较大功劳吧 没有错 这把